哈喽宝贝们你们好,欢迎来到你所不知道的绘本,我是小爱妈妈,你们这个星期过得还好吗? 今天呀,小爱妈妈说的这个故事呀,跟女孩子们有关系,她的名字叫做Players in Pigtails,扎辫子的棒球手。 你们可能会问,扎辫辫子的女孩子打棒球,很了不起吗?为什么值得特意说一说呢? 是啊,这件在今天看来如此稀松平常的事情,换到了八十年前的美国,那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因为在那个时候的世界,女孩子可以做的事情非常的少,更多的时候,她们只能留在家里带孩子或者做家务。 出去运动或者打棒球,那可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女孩子打棒球的故事。 和往常一样,这本英文原版绘本的所有翻译工作都是由小爱妈妈自己独立完成的。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Catty Cassie在做女孩子这方面不太在行。 至少不是大家期望的那种女孩子,她的衣服皱巴巴的,织毛线总是打结,她跳舞的时候就是车祸现场。 无论她多努力,她的心就是无法专注于这些家务事。 但是有一件事,Catty非常擅长,那就是棒球。 Catty可以闭着眼睛,戴着随便什么手套接出任意一个球。 她还可以单手背在后面,用随便什么球棒打出任意一个球。 比起针线活,她更喜欢滑垒,比起红培,她更热衷鸡球。 而比起返校日,她更喜欢拳垒打。 她的父母可一点高兴不起来。 为什么不是钢琴或者画画? 他们恳求道,女孩子打什么棒球? 可Catty并没有动摇,她走路的时候想着棒球,她整天谈论棒球,连梦里都是棒球。 只要一有机会,她就去棒球公园。 她喜欢那里的热狗和花生,她热爱那里的吵闹和呼号。 不过,她最喜欢的,就是观看那些职业棒球手打比赛。 有的时候,她甚至幻想,她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每年春天,她都会参加Fairfield高中的棒球队选拔赛。 可是每年春天,她都被一口回绝,连尝试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你还是跳你的芭蕾吧。 男孩子们说,女孩子打什么棒球? 可是棒球比赛正在发生变化。 美国被卷入了战争,越来越多的男孩子,包括那些职业棒球手,离家去打仗了。 整个赛场都快空了,球迷们日益狂躁起来。 这件事,甚至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担心。 一个国家,如果连个打发时间的消遣都没有,那还怎么成? 没有人站起来做些什么,直到芝加哥小熊队的所有人,Philip Wrigley,想到了一个主意。 如果女性可以在工厂里干活,甚至可以上战场打仗,她们为什么不能打棒球呢? 不可能,所有人都这么说。 女孩子打棒球? 谁会愿意花钱去看女孩子打棒球? 不过,Wrigley先生没有理睬他们,他派出了三十个探子去帮她的联盟物色球手。 全国第一个全女性的职业棒球联盟。 这些探子上下远近好一通搜索,毫不夸张地说,搜索的结果让她们打吃一惊。 整个国家上下,女孩子们早就开始打球了,而且打得完全不逊色于男性。 华盛顿,德克萨斯,加里弗尼亚,弗罗里达,路易斯安娜,纽约。 Katty正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我说姐们儿,一个探子在看了她投出的弧线球之后说道,去芝加哥真正的棒球队事实如何。 那还用问,Katty二话不说,直接回家打包,吻别了她的父母,登上了最快的去芝加哥的火车。 当她来到Rickley球场的时候,她开心地笑了。 那里有成千上百的女孩子,有农村来的,也有城市来的,有高有矮,有从很远地方来的,也有的就住在一条街以外。 但是,无论她们的外表或者来处如何,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棒球。 Katty第一次有了回家的感觉。 让她加入,Kenosa会心队的教练在看她的基球之后说道,全美女子职业棒球联盟就快要正式出炉了。 对于Rickley球场正在发生的怪事,每个人都感到好奇。 闻所未闻,有一个关注的市民说道,女孩子可不喜欢运动,这可一点都不熟女。 另外一个人复合道,女孩子打什么棒球? 报纸登出了刺耳的头条。 联盟管理者们听到了这样的言论,觉得真是不好受。 他们知道,他们的女孩子们已经完全做好了打比赛的准备,可是这个国家还没有做好接受这一切的准备。 管理者们决定,上市一个紧急营销方案,目的是向所有人展示打棒球也可以非常熟女。 首先,他们设计了一款专给女孩子们穿的棒球服。 裙子? Catty问道,不过她还是耸耸肩把它穿上了,毕竟最重要的是可以上场打球。 接着,管理者们把这些队员送去礼仪学校培训。 小手指头伸出来,女孩们,注意仪态。 那里的老师大声喊道,想想天鹅。 最后,考验他们的时刻来到了。 女孩子们看上去优雅,精致,简直一态万方。 而且,他们已经准备好上场打球了。 球赛开场那天,16个像天鹅一样的球员从各个更衣室里走出来,来到球场上。 可是,现场有些不太对劲。 Catty听到观众席里有咯咯笑的声音,而且笑声越来越大。 小心点,别把你们的指甲给弄断了,女孩子们。 有人吼道,扎辫子的球手。 人群开始喧哗起来,这到底是棒球公园还是舞厅? 每个人都笑得不能自已,直到全美女子职业棒球联盟比赛正式打响。 而且,女孩子们打出了自己有史以来的最好水平。 在比赛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比分是Rockford蜜桃队,9比6领先于Kanasha会心队。 会心队当时是满垒的进攻方,而Catty则正好是击球手。 她站在本垒上,看着观众席。 她活到现在,似乎就是为了等今天这一刻。 投手扔出了球,Catty挥棒。 哐! 球高高地飞起,飞起,飞到空中。 Catty撒开腿开始跑。 这是一记,全雷打! 解说员大声宣布。 整个人群沸腾了,Catty和他们一起欢呼起来。 因为,唯独这一次,没有人在质疑,女孩子为什么打棒球了。 他们都忙着谈论,女孩子打棒球,打得太棒了。 好了,宝贝们,今天的这一本《Players in Pigtails》已经讲完了。 你们觉得这个故事还好听吗? 那在今天的这个故事里啊,有一些英文单词,小娅妈妈想跟所有的宝贝们分享一下。 第一个单词呢,就是分辨上的这个Pigtails。 Pigtails。 Pigtails指的是什么呢? Pigtails指的是两条辫子。 有的时候是变起来的,有的时候没有变起来,但一定是两条的。 我们会用Pigtails。 还有种说法叫Ponytail。 Ponytail。 Ponytail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马尾变。 除此之外呢,由于这个故事本身讲的是棒球比赛, 所以里面出现了大量的和棒球有关系的词汇。 不过首先,你们知道棒球用英文怎么说吗? 棒球在英文里面叫Baseball。 Baseball。 其实除了棒球以外,有很多比较流行的我们熟悉的球类运动, 它的结尾都是ball。 比如说你们所熟知的篮球。 篮球在英文里面叫Basketball。 Basketball。 Basket。 在英文里是篮子的意思, 所以篮球就是Basketball。 还有足球。 Football。 Football。 Foot在英文里是脚的意思, 那用脚踢的球,那就是足球咯。 所以就叫Football。 不过宝贝们要记住啊,Football在美国它指的是橄榄球,而不是足球。 Football只有在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英语国家特指足球。 在美国如果你想要表达足球,你应该用Soccer。 Soccer。 好了,那我们的听绘本学英语的时间就到此告一段落了。 感谢你们收听今天的你所不知道的绘本。 小阿妈妈下次和你们在空中再相遇。 拜拜。